醫生有一次就是 他也是想說要選擇逃避 然後一直想說怎麼辦 晚上睡不著 後來勉強吃 她明天要睡著了 結果那個女鬼來託夢 拜託她什麼事你知道嗎 你為了你 張妮 你們家有這個問題嗎 有正式立場不同的問題嗎 會 就是會暗示 我覺得 那妳會遭她的暗示嗎 我們就說 我就是像維恩姐講的 我就說 我們就是會跟著妳投 但是進出眼 然後就蓋別的這樣 能敷衍跟敷衍啊 進了那個固點裡面 那就是妳的世界吧 對 重點的世界 對啊 就是敷衍 對 那個筆蓋有沒有 在那邊弄 也看不出來啦 看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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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 妳哥哥嫂嫂是怎樣 對 比如像說 我們家是我哥跟我妹 然後我哥有三個小孩 然後我們每次聚餐 就可能八個大人 四個小孩的那種 然後最尷尬的就是 如果妳的哥哥跟嫂子突然吵架 然後為了小孩的問題 譬如像說那時候 他兒子就是一直 可能想要看那個手機 然後就不吃東西 媽媽就會想要去餵他 我哥他是真的很不爽 他就說 妳不要再餵他 他都幾歲了 讓他自己吃 這時候就很尷尬 然後我們全部的人 你知道現場就是家庭聚餐 我爸我媽全部都在 然後我們全部都這樣 真的超尷尷 因為這時候妳講什麼都不對 就是妳要幫誰 就超尷尬 然後這時候 我嫂子又看過來 就好像叫我爸講話 然後我就瞬間就這樣 看不見 突然就是假裝肚子痛 然後我就這樣上廁所 然後因為上完廁所 那幫我就去買單好了 然後我就默默買單 然後再回去 然後我就會說 那個就是 就是我剛好等一下有事情 有人要找我聊 所以我就先離開 但是我已經單買了 然後你們慢慢吃 然後我就會立刻的離開 因為我覺得這個太尷尬 氣氛太尷尬 對 沒有辦法多說什麼 那妳哥哥到底執著的點是什麼 是因為 還是他小孩 他小孩是不是真的 然後他... 沒有啦 沒有 還比30幾大 幾歲了 還比30幾大 耶 你才知道 你才知道 小孩幾歲了 幾歲 他已經國小了 但是因為本來 大概七歲左右吧 對 但是因為本來 就是小朋友就很喜歡看手機 我跟你說 我們朋友之間是真的很尷尬 我以前住東區 然後我的對門是我的鄰居 也是我的私底下的朋友 我住二樓 我家樓下開了一個 那個西餐廳 然後是那種 紅酒吧 餐酒館 那個老闆 是我在節目上認識的一個 很帥的一個老闆 結果因為他知道我住樓上 然後每天都請我喝酒 然後就是讓我那種 關係處得很好 因為他也怕他的聲音吵到我 就那種晚上的聲音 可是我沒差 但是我的對門那個朋友 他的冷氣水 一直滴下去 在他們的店裡面 造成他們困擾 所以樓下另外一個朋友呢 帥哥廚師就想要去檢舉 我那個朋友 那個滴水的朋友 對 那可是他檢舉的時候發現說 一看來看去 還要拍照 我房間的那個窗戶 剛好可以拍到這個人 所有的罪證 於是他就 弄了一個鴻門宴 你知道 他就說 大哥 來... 你看這我們新的一比利豬 你看他弄... 幫個忙好不好 幫我拍幾張照片 就是要我 去幫他拍我另外一個朋友 滴水的所有的罪證 他要去跟衛生女 我排跑去檢舉他 然後我就說 好 我有機會回去 我再幫你想辦法 後來他就三不五十 就打給我 然後說 你看嗎 我就說 我在錄影 我在錄影... 那你不能永遠在錄影吧 對 他廚房不坐 他就站在我門口 等我回家耶 然後我回家就說 好 我上樓的時候 我一定幫你去拍 結果就上樓之後 我就打電話給他 抱歉... 因為我女朋友在睡覺 我就不好意思打擾他 我今天睡客廳 其實三番五四 我就一直沒辦法去圓著 我就只能逃避 因為我得罪誰都不對 那你最後索性就搬家了 對 我後來 沒多久回去看那個電導 被滴水滴到島 滴水穿石了 OK... 來...下一個... 遇到這種事 逃避只會讓自己更慘 逃避什麼事讓你越來越慘 之前有一個滿好的朋友 在義大利 這個朋友很想要學英文 然後他知道我是 我們城市英文最強的那個人 你們城市你英文最強 可能... 反正那個時候就是英文滿好的 然後我就打印他就說 好 後來沒多久以後 我發現我每天都會收到 很多很多簡訊 都是在問我一些 英文的單字 他問我單字 他問你單字 等我單字啊 我就跟他說 我一開始未回 後來我就跟他說 單字其實你可以查字典 對啊 就好 你有一些文法 或者一些你不能 什麼語句啊 他說好好好 然後一天就沒收到專訊 第二天單字又來 後來我就開始不回 我就開始就逃避 他就說 好 那我就不回你囉 結果他問了好幾個以後 他開始問今天要不要去喝酒 這個我就回 OK 他就看到我回 好 那我們約 然後他又來一大堆 單字 最後我就連那個喝酒的 我都不回 都不去 逃避 我喝酒的時候 我朋友也會一直問我單字 這樣指 這個是C 這個是D 這個是A而已 我都被誇張的就是單字 是單字 這樣也都是單字啊 沒有 超神 英文字母很多人被不起選 我想說有病 英文字母多好被記得一件事 A B C D E S G H I J K L M 這是V 後來我就不回了 我就真的不回了 我就開始覺得我們不是朋友了 我們十幾年沒有聯絡了 就是為了單字 因為我就是都 就是我沒有辦法再跟他說 你不要再問任何問題了 我就是不回他 逃避 就是搞成說我們真的沒在意聯絡了 我遇過一個朋友 他那個逃避後來出大事 他的鄉下孩子 然後本身運動能力很好 田徑隊 我這朋友生性就是那種貪小便宜 他就說 走在路上看到一個紅包 大家都知道紅包不能撿對不對 我哪有亂撿 就抱歉 他那個紅包 我有真厚 起了貪念 起貪念了 他一看後來真的是厚了 厚厚一疊都是鈔票 他拿著那種毛錢對不對 他拿起來看 裡面裹不起來 有一根頭髮跟一個戒指 那一根頭髮跟一個戒指 那一根頭髮跟一個戒指 那反正他覺得說 他自己田徑隊 跑就對了嘛 跑得好快喔 後面都追不到 後來他發現 因為會有一群女生 一群人跑出來 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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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跑出來 後來那個村莊很小你知道 那問一問就知道誰拿的嘛 就那個人家兒子拿的 他就這樣躲啊 東躲就躲了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 然後人家就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人家就把他抓來就說 對 請你兒子來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這邊 每天我女兒 她女兒已經離開了 每天就 跟著他跟了好久 後來就找到他 然後說拜託你來家裡 你不想結 也把這件事情完整掉 對不對 處理掉 把東西都交回來 然後我那朋友就 好啊 就回去 東西交到那 他說來 因為你的逃避 本來你當下講完 我們還可以想辦法 你怡桃 這兩個月 女生跟著你兩個月 產生情愫 因為你戒指 愛上你 因為你戒指都拿走了 對 就選定你 你又不還 所以那個過世的女生 Fall in love 他就張其慧了 Fall in love 他就愛上他 那愛上他怎麼辦 他說如果你真不要 因為我看年輕人 你二十幾歲 你還年輕 你親自己跟他講 後來就在他那個村莊裡面 幫他觀落音 跟那女生講 他女生說 好 但是我現在愛你嘛 沒辦法 一個月後 再一個月後 如果真的我對你的愛淡了 我們就把這個事情兩散 就兩散 好 就一個月後 好死不死 久而久 因為每個女子都託夢給他 久而久之 那男的愛上了這個女的 好可惜啦 那男的愛上這個女的 你看 鼓鼓鼓鼓 他就是 就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因為長得也滿漂亮的 對 你知道嗎 愛上這個女孩子 最後 你知道那個男的有多可憐嗎 他就開始做夢 每天要夢到女孩子 女孩子不見 直到有一天 女孩子帶著 另外一個男孩子來見他 他被鬼戴綠帽 他被鬼戴綠帽 孤瀚的類似 被神戴綠帽都夠慘了 還被鬼戴綠帽 他男的哥哥 我已經在陰間 找到我另一半了 被鬼戴綠帽 後來就好不好 那這雙東西是沒了 結果你看 這個人不還錢之外 還傷了心 這種東西不能逃避 Eason啊 Eason 對 Eason不是都在做鬼節目嗎 他真的常拿紅包 Eason有一次 就是路邊撿到紅包嘛 他也是想說要選擇逃避 然後一直想說怎麼辦 晚上睡不著 後來勉強吃 他明天要睡著了 結果那個女鬼來託夢 拜託他什麼事你知道嗎 把紅包放回去 你被那個靈魂是說起來嗎 路小燕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如果逃避就會 還滿浪費青春的 什麼事 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在一起 好幾年的男朋友 然後我們平常 其實有一些小事的價值觀 就已經有落差了 但是我想說 沒關係我們陪一起努力 譬如像說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牛排 喝紅酒的人 那可能我一個月就想要一天 去這種餐廳吃飯 然後喝紅酒 然後他就說 你這樣很浪費耶 他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花這個錢 那譬如像說 我們就是偶爾就會想要 出國一次 然後犒賞自己 他說那你幹嘛要出國 我花這個錢 你好好存錢不好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沒關係我們兩個人 就是一起努力 雖然說 我們兩個賺的錢有落差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可以一起努力 一直到後來 我們是真的有 然後要買房 然後買房的時候 因為是他長輩出了頭期款 然後我就說 那房貸我出 那我們就是名字一人一半這樣子 然後後來 就是已經開始要簽約了 我朋友 我姐妹打給我說 你那個 買房子之前 你一定要考慮清楚 你們合約要寫清楚 因為買房這件事情 不是開玩笑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不是接下來要買房了嗎 那我們是不是要先寫一個合約什麼的 我們就要簽訂了 要 他就突然轉過來說 他說不然你現在跟我去登記 我又不是白癡 我為什麼要買 對 我為什麼要買 跟你一人一半 怎麼這樣 然後他還說 你不覺得你這樣很現實嗎 我當下真的超傻眼耶 就是他講了一個我真的是傻眼 然後我說你再說一次 然後他說那不然我們現在 你也不生氣啊 他本來就說了五次 你聽不清楚嗎 你聽不清楚嗎 要不要這麼聽氣 還是我錄起來 有沒有 對 寫清楚 然後後來我真的是太生氣 然後其實我是很難過的 因為我覺得 平常的小事就價值觀有落差 就算了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 我真的覺得我已經太難過 就是 默默的眼淚就這樣流下來 就是 為我這幾年的青春感到我惋惜 對 然後結果後來隔天我就跟他說 我們還是分手吧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真的沒辦法 尤其是在買房這件事情上面 買房子 我覺得要結完婚之後 再去討論這個 不然就是你自己買 你不要跟他有任何關係 結完婚之後買的房子 你離的時候還一人一半 那個財產還是很美 我是那時候 然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然後我有親戚朋友 幫我投資股票 可是後來他就一直沒有 跟我阿貝 然後我也覺得 股票的投資 我不是那種很積極的 我就去把它放著 所以到了前幾年 股票比較好的那幾年 我就想說 有一群哥哥姐姐要開始玩股票了 想說那我們也要來洞下這邊 然後一看 五年了 五年就是 本來也都中間都很不好 可是後來慢慢回來 他說又有配息 所以想說五年我原來 原本 原來沒有看這個戶頭 也是OK的 後來前陣子就是我們也 就玩完去 聲聲疊疊... 後來就有一支股票 那個時候不好 就大概跌到一半 腰斬之後我就想說 以我那五年不看的經驗來講 我不看我就不會心情不好 我也不要去管它 不要像前幾年一樣那麼瘋 對 你就覺得說 反正這個公司也是不會倒的 我放著 然後我連那個APP都沒有登入進去 結果前陣子 我的又換了新的手機 然後他們需要你要再重新續約 認證什麼密碼 對... 然後我就登進去看 然後就看那支股票 就... 然後再看到中間這一陣子 我沒有... 我沒有看它的這一年 其實它早就... 還轉過 但又下來 就這樣... 然後我開通的那個之前 它還升 可是我看了它開始的時候 它就又跌了10% 我就想說 到底為什麼啊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那種逃避跟縮頭烏龜 還是不行 所以這問題就是在哪裡 隨時要是看著 就是... 你一看它就跌 對啊 你把那支手機那個APP 你不看個... 十個月 然後十個月後 你都沒看了 你就去賣掉 你就... 盲賣 盲賣 什麼... 就盲賣 出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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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怎樣都會賺 你知道盲賣就都會賺 對 反正它都已經升了啊 氣死我 你看了它就跌了啊 對 啊 是 如果是養好 他們最好 連到